小贵今年29岁,他说自己做美容行业10年了 今年8月份,来到杭州文三西路上的这家至上造型护肤做美容经理 我是朋友介绍过来的,他跟我说的前三个月的话 我们这边有保你,就是说保证你,就是说过来这边上班 我们这边就是说有一个保障,他说12000期 他说过了三个月以后,然后呢我们在这底薪加提成 底薪是7000,美容经理的话是7000加提成,两个点提 劳动合同上有很多污渍,小贵说不小心撒了茶水 上面显示,合同期限从2019年8月10号到2022年8月9号 从事美容经理工作 工作内容我就是安排美容师,然后就是说预约顾客 然后顾客过来的话,我这边就是说安排美容师去操作这样子 对对 你自己有就是实际操作任务吗 有时候偶尔忙不过来的话,我也会过去的 有没有销售任务啊,比如说向顾客推销一些产品 没有,前期的话我们是不说的,对因为刚开始来嘛 你比较擅长什么 就是做脸呀,做面糊补水呀 小贵说,他就是老实本分做业务,还没有涉及到推销业务 每月25号结算工资 然后9月25,然后发完工资以后就再也没发过工资 然后我9月1号,9月份一个整月 还有10月份就是到13号 按照合同的话的话就17200 欠你这么多钱?对,一个月就是一万二嘛 那个13天的话就是五千二嘛,一万七千两百嘛 你不让我做了,就是妈把工资发给我 他为什么不让你做了? 他也没说,具体我也不清楚呀 完了我那天就是东西丢了嘛,我就报警了嘛 我肯定我手表戒指丢了,我肯定是要报警的呀 对不对 然后他说,老板没有说直接 就是说我的领导跟我讲的 然后我又过来问他,他说他没说过这话 我说我不管你们有没有说过,先把我的工资给我 小桂说,因为丢东西的事情闹得不愉快 10月13号之后,他就不再上班了 他多次向老板要工资都没有结果 说好了那个15号,15号发给他呀 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我就想确定一下 因为那边店出了事情,你知道吧 你这么跑,你知道吧 我们也没关系 我知道呀 你关这个案了 我可以看到是签了三年的 为什么说才干了三个月就不让他干了 但是他跟他们的一起过去拍电视 我只同意要我的工资,其他的我都不追究 魏经理说 前几天,劳动部门的工作人员上门协调过 他们答应15号一定发工资给小桂 至于多少会私下谈 小桂表示接受 188黄金眼记着吧